將新鮮的海撈軟殼蝦微微的裹上粉 放進油鍋裡酥炸 不一會兒 廚房香氣四溢 這美味的海鮮台菜就上桌了 東港老次浩貴林高及耀山小吃老店 近年轉型投入海鮮台菜料理 以當地魚產極限捕撈食材 做每季不同的特色轉賣 我們本來是都做耀山 因為要人家的方便 有時候耀山它比較嚴重 我就做一些我們當地的食材小吃 譬如說我們以前在耀山的飯 我們說海鮮也好 我們都叫做薑飯飯 用我們當地的蝦 蚵 蚵 燒蚵 我們最名的我們當地的蔥 都有的來做飯湯有的特色 不然就是當地有的軟殼蝦 做鹹酥脆一些當地的食材 除了鹽酥的美味軟殼蝦 店家的叫拌海鮮飯湯 是業者憑著小時候的記憶製作 以在地新鮮海鮮 包含大尾鮮蝦 隔離 黑鮪魚等食材入菜 用最天然的原味湯頭 搭配汆燙海鮮 吃盡鮮美海味 他們這料理食材新鮮 價格又有很便宜 新鮮的是什麼 海鮮飯湯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你看它的蝦很大一尾又新鮮 然後這個蛤蜊 很厚厚實 很厚實的魚粒 還有這個魚 這個是超新鮮的東港的三寶之一 黑鮪魚 這很長的 海的很長的 這是海的 這是海的 不夠堅固的海鮮 就是都汆燙的 它就是都汆燙的 它就要吃甜蜜 這樣而已 然後由於自家餐廳空間相當大 因此業者也將餐廳內部空間改良 作為婚宴場地出租 讓不想去餐廳 又不想因為流水席而曝曬 或漁林困擾的鄉親 有場地可以使用 還能挑選自己喜歡的外匯師傅 希望透過轉型 讓在地日產更被看見 場地也能多遠運用 也有機會把傳統的熱賣商品 持續做推廣 記者不聽鐘 志豪 裁縫報導